你听 台下万人高唱西海情歌 这旋律响彻夜空 你看 台上刀狼一次次哽咽泪崩 情感如洪水决堤 昨晚 刀狼成都演唱会上演感人一幕 台上台下其落泪 引万人泪目 天哪 这是一场怎样的情感盛宴 刀狼 这个响当当的大名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从上个世纪未出道 他那略显粗犷却极富感染力的嗓音 就收割了一大票粉丝 那首西海情歌更是转唱大江南北 无人不知 无人不会哼上两句 时隔多年 当刀狼再次登上成都的舞台 当年的粉丝也都人到中年 但这丝毫不影响大伙儿的热情 数万人汇聚一堂 就为再听刀狼唱一回歌 这阵仗 不亏是乐坛的大咖 刀狼的歌态抑郁居然还那么火 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 哎呀妈呀 最近刷头条的时候 被刀狼的新歌《罗沙海士》刷屏了 据说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 已经突破了十一次 简直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但是 听完这首歌 我的心情就像被人用刀子划了一道口子 忍不住想问 这么抑郁的歌为啥还这么火 难道这不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悲哀吗 这世界上最大的悲哀 不是有才华的人遇不到伯乐 而是天才在自己的国度得不到众人的理解 反倒是外国人给出高度评价 就拿刀狼来说 毫无疑问 过去二十年里 他一直都是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草根歌手 能作曲 能写词 能唱 能做后期 是个全才 但华语歌谈从未给过刀狼展落头角的机会 好不容易平级2002年的第一场雪火遍大江南北 却被那英 杨坤在内的主流歌手打压 谷建芬 李海英等老一辈音乐人 更是给他的代表作 冲动地惩罚贴上了毒害青少年的网络垃圾标签 酿成了刀狼退圈十年的悲剧 还记得当年刀狼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时候吗 那时候的他就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我们的生活 再后来 他唱《新疆好》 那旋律美得让人想跳起舞来 可是现在呢 《罗沙海士》这首歌 简直就像是在哭丧 听得我都想给他递指金了 有网友吐槽说 刀狼这是怎么了 从歌唱祖国到歌颂悲伤 是被生活垂了吗 据某音乐平台的数据显示 近两年来 带有悲伤 孤独 压抑等标签的歌曲播放量 上升了40%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我们的社会真的变得这么压抑了吗 心理学家张教授告诉我 现代社会压力大 很多人找不到宣泄情绪的出口 抑郁的歌曲恰好提供了一个情感共鸣的平台 让人感觉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好家伙 原来是这么回事 难怪有网友说 听刀狼的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心声 还记得我们以前买CD的日子吗 现在呢 打开手机 刷几下视频 就能听到最火的歌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彻底改变了音乐转播的方式 某短视频平台的数据显示 音乐类内容的日均观看时长已经超过三小时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首歌要是能火 那就是真的火 说实话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听抑郁的歌 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 音乐固然可以抒发情感 但如果总是沉浸在负面情绪中 对心理健康真的好吗 有专家建议 我们应该培养多元化的音乐审美 不要被单一的情感所困扰 我觉得这话说得在理 听歌吗 开心的也要听 伤心的也可以听 关键是要平衡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人生就像一场演唱会 高潮低谷都是精彩的部分 最后 我想说的是 音乐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和内心 刀狼的歌火了 也许是因为 它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但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 如何让我们的社会 变得更加阳光积极 毕竟 生活已经够苦了 何不让音乐成为 我们的一技两样呢 刀狼的音乐 之所以能让人泪流满面 不仅是因为歌好听 而是因为它承载了 大家20年的生活历程 这些年 刀狼消失了 但他的歌一直没离开 曾几何时 在KTV里唱《情人》 是在表白 在夜店里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 是青春的记号 而如今 在听这些歌 回味的却是那些 回不去的年少轻狂 有网友说得好 刀狼的歌就像一部时间机器 听着听着 咱们就从曾经 那个啥都不懂的小孩 变成了如今的中年大叔 现场那些 划着精致妆容的美女 中年大妈 甚至头发花白的老奶奶 每个人跟着歌声泪流满面 不仅仅是在哭刀狼的歌 而是在哭自己的青春 哭人生的无常 演唱会上的刀狼 除了摘掉了那顶标志性的大帽子 露出些许谢顶的头发 其他一切都没变 他依然是那个嗓音独特 情感充沛的刀狼 而他的歌迷们也一如既往 忠诚地跟着他走过了20年 无论是精致妆容的90后辣妹 还是朴素打扮的50后大妈 大家都在现场跟着唱 哭着唱 这也就是刀狼的魅力所在吧 一个歌手的力量 居然能跨越20年时间的鸿沟 依旧让大家心潮澎湃 这一切背后是刀狼的音乐 所蕴含的情感张力 也难怪有粉丝戏称 刀狼要是卖棺材 我都愿意贷款给领导们送一单 有人说 刀狼的演唱会让人痛哭流涕 不是因为歌声有多美 而是因为歌里的情感触动了心弦 台上唱歌的刀狼是《王者归来》 而台下的观众 却大多是成了打工人的普通人 20年前的激情岁月 20年后的生活无奈 交织成了这场泪流满面的演唱会 其实 大家流泪的原因说起来简单 是因为20年前的歌声 唤醒了20年后的回忆 刀狼的歌声是引线 点燃了歌迷们对过往岁月的思念 而那些泪水 既是为逝去的青春而流 也是为人生的起起落落而感慨 说白了 刀狼的歌 不只是旋律好听 它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这场演唱会 台上的刀狼 是20年前的那个刀狼 台下的观众 却早已不是20年前的他们 每一首歌 每一句歌词 都是在讲述着他们的过往 青春的欢笑 人生的波折 光阴的无情 大家都在刀狼的歌声中 看见了自己的故事 听到了自己青春的回响 刀狼的演唱会 不是一场简单的音乐会 而是一场充满情感共鸣的青春告别里 20年后的今天 刀狼依旧是那个刀狼 但我们早已变了 当年满怀激情的年轻人 如今成为了被生活打磨的中年人 刀狼的音乐 依旧能够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从早期的成名到后来的质疑 再到隐退后的强势回归 刀狼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理念 用作品发声 刀狼的经典作品历经岁月的洗礼 依然能够触动现代观众的心弦 激起强烈反响 他的回归 不仅标志着一名歌手的重新出发 更为整个音乐行业带来了一场进化 他提醒我们 真正的音乐应起源于生活 触动人心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只要坚定初心 倾注心血创作 终会赢得听众的青睐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能够像刀狼这样用音乐 打动人的心灵的歌手越来越少 然而 我们坚信 只要有人在坚持 音乐的魅力就不会消散 让我们期待能涌现出 更多的类似刀狼的音乐人才 为我国的流行音乐发展 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 让我们共同欣赏音乐的美好 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 最美好的陪伴